很多人像扎克伯格、苹果都在大力推动消除物理和数字生活之间的界限 这种往往以未来或抽象的方式呈现 其正在开发中的产品、正在实验室内构建的项目 为的是一个不太遥远的未来 但是 这些并不是真实的 或许,我们早已身处元宇宙之中 以得翘无声息地潜入我们生活的元宇宙 通过细如发丝地真注入我们的视网膜 我们几乎感觉不到每一帧的疼痛 每天 我们都在进一步渗入这个完整的模拟世界 我们的兴趣和互动变得越来越真实 存在于一个正在慢慢覆盖我们可触摸世界的世界中 你已经身处元宇宙之中 甚至能用真实的五感体验它 这听起来有点夸张 对吧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从一本经典著作开始 《模拟物与模拟》 这本书是让鲍德里亚于1981年出版的 它的思想为电影《黑客帝国》系列提供了哲学基础 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 《模拟物与模拟》 探讨了在商品化和媒体泛滥的世界中现实的本质是什么 鲍德里亚特别谈到媒体图像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 并逐渐取代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这本书可能比较复杂 鲍德里亚用一个古老的预言解化了他的大部分理论 如果我们稍微深入思考这个思想实验 就能开始理解我们目前的困境 相信我 这绝对是个困境 想象一下 一个伟大的帝国里 有一个疯狂的制图师 制作了一张这个帝国的巨型地图 比例为1比1 在地图上 1000英尺高的山也是1000英尺高 100英尺宽的河也同样宽 等等 制图师还决定 地图上的地形要随着帝国真实地形的变化而百变 如果悬崖崩塌了 地图上的悬崖也必须崩塌 到了这个时候 地图和帝国的真实地形就已经无法区分了 但地图太大了 唯一能放置他的地方就是帝国的上空 当然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 制图师把他的巨型完美地图放在了帝国之上 现在地图基本上取代了帝国 因为他们无法区分 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但这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呢 疯狂的制图师又突然想到 他可以把地图做得比真实的帝国更好 树可以更绿 山可以更高 花可以每天盛开 而不用等待花期 于是他真的这么做了 现在 制图师拥有了一张 在许多方面体验比现实更好的地图 因此 制图师变得非常出名 富有之后 他开始变得贪婪 过着奢侈的生活 为了围续这种生活方式 制图师不能让人们看到地图下面 他们需要生活在地图上享受他完美创造的荣耀 与此同时 帝国本体开始崩塌 由于地图取代了帝国成为生活空间和世界 它被当权者所拒绝 最终 帝国因无人使用而分崩离析 地图仍然覆盖在上面 比帝国曾经更大 但缺乏维护 现在哪个才是真正的帝国呢 当现在或未来的社会 需要一张新帝国的地图时 会发生什么 他们只会制作一张地图的地图 此外 当未来的后人描述地图破碎后的帝国时 他们想象中的 世界是现实还是地图 但 这重要吗 这是否会让最初的地图变成现实 帝国会变成什么 这就是鲍德里亚的作品 讲的大致内容 对吧 从鲍德里亚来说 地图就是模拟物 由于它取代了帝国 它变成了模拟物 也就是说 一个不再有原型的复制品 今天 我们可以说 技术这项帝国的这项地图 它提供产品 社区 社交圈 并挤掉人群 还有现实生活中发生事件的视频 它也有商店 银行和游戏 以及体育 如今 互联网甚至可以像疯狂的制图师一样 创作艺术品 写作和音乐 互联网呈现的事物 比现实更美好 一切都变得更简单 更漂亮 更完美 而且 互联网不再是我们 可以访问的简单网络 它渗透到 我们几乎所做的一切事情中 就像地图覆盖了整个帝国一样 考虑一下假新闻的现象 这是我们最常见看到地图 掩带现实的地方 在线上编造真实事件 没有的故事 只是为了迎合观众的情绪 并附带消息称 事件的真实版本 某种程度上是假的 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人们当选 政策实施 变化是基于现实中 站不住脚的事情 社交媒体影响者和名人 可能是最能理解这种界限模糊 他们使用 PS过的图像和华丽 以及虚假的生活描绘 以及假装随意的照片写真 这种撕裂感无所不在 这些网络红人 不需要看起来像他们真实的样子 因为他们的整个存在 都在数字世界里 也许他们观众的千分之一 都无法与这些人 有任何真正的面对面互动 因此 这些网红及其生活的数字形象 变得真实 这些图像 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他们改变了我们对生活的期望 也改变了我们 看待现实的方式 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 让我们越来越难以区分 真实与虚假 这些图像 正在侵蚀真实世界 使我们的现实世界 变得越来越不足 以及无关紧要 为什么要费心去关注真实事物 像苹果Vision Pro 这样的虚拟现实设备 据说可以瞬间缩短距离 时间和地理位置 听他们的说法 你可以瞬间被传送到世界的远方 技术官僚们希望每个人都使用这些设备 他们会让这些设备呈现的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完全无法区分 这些人会抛弃现实世界 为了虚拟现实 而使地理和物理空间变得无关紧要 当然 这些设备还没有普及 所以这是一种假设性的观点 更具体的说 这些设备 应用程序和技术的迅速增多 对人类社会造成了非常真实的伤害 一边向我们撒谎 一边构建他们的虚假现实 我们的制图师 便由帝国衰败 这样他们就可以构建他们的地图 随着科技寡头的野心越来越大 所有这些碎片创造了一个洞 我们帝国和我们的地图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技术只是暂时科学 直到它不再科学 我们无法再推出互联网 我们每时每刻都受到数字世界的影响 无论醒着还是睡着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够真实的世界 但它又太真实 不仅仅是数字化的 它既不是真实的 也不是不真实的 我们拥有的是一种新的第三种空间版本 超现实 这就是我们的元宇宙 它已经被绘制出来 技术官僚们就是我们的疯狂之图师 它是我们所期望的未来生活吗 它被卖给我们 披着为消费者提供无尽功能的外衣 我们被期望相信我们的元宇宙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满足了我们的需求 并且可以永远继续这样做 事实上 它提供的是海洛因和钻石 这些东西满足了我们最肤浅的欲望 得同龄人留下深刻印象 并丰富某种抽象的社会信用 我们追求物质上的占有 但这些几乎没有什么回报 想想你上次买新款 还是最新款的时候 你会有一阵成就感 但这种感觉会逐渐消逝 所以我们又会追求这种高潮 因此 我们只剩下持续的渴求和不满 只有进一步消费 元宇宙确保我们不会潜尝折执 它迫使我们不断前进 就像那个边走边 走向大海自杀的人一样 元宇宙真正的功能是加强自身 它把资本注入少数人的口袋 确保控制和权力 同时将大众纳入一个循环式的结构 我们越参与元宇宙 它对我们的要求就越高 我们努力买更多东西 奇怪的是 还为此分配我们的假期时间 因此 我们不断牺牲资源和时间 这些本可以用来考虑在 越来越不真实的现实之外的生活 鲍德里亚的思想为 《飞客帝国》系列电影 提供了松散的基础 在这些电影中 主角们了解到 所有的现实都是一个数字模拟 主角Neo 可以通过将一根粗大的电缆 插入脖子的后部 进入《飞客帝国》 只是我们的《飞客帝国》 没有那么古老 不像电影中描绘的那样笨主 不需要电缆和我们的肉体 它在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社交动态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 有形和无形的分子中 1967年 法国哲学家G1德波写了 《景观社会》 这本书是一系列短篇讨论消费主义 媒体以及真实生活 如何被现实的表象所取代 德波写道 景观不是图像的集合 而是人们之间 由图像中介的社会关系 今天 我们可以把图像理解为任何形式的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媒体 广告 电影 杂志 报纸 数字内容 也像你们正在观看的 此视频等等的组合 景观是一种无定型的 但也并非无法定义 它是我们生活中追求资本 以消费者为目标的景观 景观是由经济增长驱动的 这是有钱人给我们上演的表演 这种表演 逮变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以及对生活的态度 景观既是产生媒体的言辞 以及产生言辞的媒体 少量的景观是可以的 技术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 市场也可以在很多方面是有益的 一些景观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安全 选择 机会 甚至对他们生活的自主权 但问题在于 当景观不在于我们的世界并存 而是完全地取代它时 生活在现实世界 就会被沉迷于景观所取代 我们可以理解沉迷这个词 基本上意味着参与 我们每天都在工作 以便购买这个或那个新的东西 房子或汽车 这些都是景观告诉我们需要的 越来越多的对话 是通过软件进行吧 社交媒体成为任何爱好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景观 我们的生活转变为一系列与商业商品 和盈利性企业的交换 它们唯一的反馈 就是我们必须更多的参与其中 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 都有一些残余的生物试图附着在上面 试图把自己插入我们和现实非常类似于 鲍德里亚的地图之间 这个景观有助于创造一个虚假的世界 考虑一下棒球运动 棒球确实是从一项游戏开始的 曾经棒球运动员是不允许拿工资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景观围绕着这项运动展开 慢慢地 棒球场上的每个表面都覆盖了广告 所有这些都希望以某种方式影响观众 电视榜博上显示的每个统计数据 现在都有某家公司为您带来 球衣上印着无关紧要的公司Logo 棒球场本身并不是以创始人或城市命名的 在最近几年 那些想要引起你注意的公司 付了更多奇怪的代表 棒球做一项缓慢 乏味和安静的游戏 正在失去现代观众的欢迎 这意味着广告商和利益相关者的回报减少 如果没有这些 这项运动就会慢慢消亡 因为无法满足景观 而从我们的世界消失 所以这些利益相关者必须改变它 他们增加了一套规则来加快比赛速度 缩短棒球比赛的长度 在景观感染了棒球比赛之后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棒球本身 我们的世界也是如此 就像棒球一样 就像疯狂的制图师改变了他的地图一样 景观改变了人的意义 他用对景观的沉迷和参与取代了真实的生活 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 从我们看的媒体到我们穿的衣服 再到我们参加的活动 都成为景观本身的燃料 景观拒绝现实的表象 正如德波所指出的 景观展示的就是重要的 重要的就是景观展示的 出现是目标而不是存在 无论是广告 互联网内容还是电影 图像都会影响我们的决定 信念和理想 无论这些图像是否基于现实 新闻周期都会根据关注度和广告收入 过滤掉世界的一部分 并过滤进其他部分 我们被告知要买这个货那个 因为就会让我们快乐 我们的社交生活已经被社交网络感染了 被纯粹的媒体冲击所感染 景观塑造了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变成了可塑的年头 再说一遍 这其中的一点点可能是有益的 市场满足了我们在世界的基本需求 食物 住所和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很容易获得 但景观无法阻止它 它要求无限增长 因此它为消费者创造了新的欲望 和新的野心 它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价值观的元宇宙 它恳求我们需要一辆更快更酷的车 或更大更漂亮的房子 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参与 生活本身已经不够了 我们现在必须有报复 当然 这会造成疏远 德伯注意到 它的生活越成为它的产品 它就越与它的生活分离 我们是自己世界的陌生人 对作为人类存在的意义 难道陌生 我们彼此更加陌生 我们必须与景观同在 为景观而存在 成就越来越难以通过 与他人的联系 服务或尊重来衡量 景观不为最快乐的人提供奖励 或者最亲近的朋友 相反 成就与文凭 财产和大型组织中的高职位同意 最终 当我们结合这些大量的情况和影响时 我们就得到了我们的元宇宙 我们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种模拟之中 而不是现实中 对于现代人来说 想象生活与这个模拟物分离 似乎完全没有意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度过我们的日子呢 难道只是盯着天空看 坐着什么也不做吗 这难以想象 因此 我们遇到了一个极难的困境 这个模拟物和它所有的陷阱 都是现实 地图已经变成了帝国 这个模拟物的漩涡 超现实和景观 所有这些结合起来 构建了我们的现代元宇宙 但为什么我们如此毫不迟疑地接受它呢 很容易说 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 都是负面的 而我们的元宇宙 确实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 我们不应该忽视机械的现实 它是经过设计的 可以运作 将数十亿美元和天才级别的智力 投入到这个新的元宇宙中 以确保它能够先发制人的 利用我们最强烈的心理冲动 但更抽象地说 我们的元宇宙 为我们提供了表面上的好处 在美国南部 灰狗赛车 一直是一项值得一看的赛事 一个假的诱饵 以高速绕着赛道拖叶 狗们受本能和训练的驱使 尽可能快地追逐诱饵 我们被告知 灰狗在赛道上的圈养 并不存在虐待 恰恰相反 为了比赛得好 灰狗需要快乐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但请观众假设一下 考虑到这一点 灰狗赛跑并没有变得仁慈 它变得更加残酷 这些狗被杜金和安抚 被虚假的观念鼓励 认为有一天 它们能抓住诱饵 它们一直保持着一个执着的想法 从未自由奔跑 自由奔跑的纯粹概念 从它们的欲望中剥离了出来 我们的模拟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赛狗 背后之欲望所安抚 以便我们能够继续跑得更快 追逐我们的诱饵 我们被赋予了一种自由 我们可以根据 元宇宙自由地选择过自己的生活 元宇宙由我们在市场上 拥有的重拨选择所代表 很难说 这不是一种虚假的自由 它在最基本的方式上 显得如此虚假 虽然你可以从一百种不同的谷物中选择 但它们其实都来自固定的几家公司 我们可以穿任何我们想要的衣服 但这些选择受到我们经济能力的限制 此外 做出这些选择 需要持续参与警官 因为参与而获得奖励 但我们必须参与 才能赢得这些奖励 这一切都在忽略真正 真诚地自由奔跑的代念 这种自由 也是虚假的和一种更重要的方式 本质上 要么贡献于模拟 要么死亡 对我来说 偶尔坐在电脑旁剪辑发布视频 甚至尽可能地退出这个元宇宙 都很容易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选择 当一个单身母亲 抚养三个孩子 或者一个男人 需要做两份工作 来支付房屋贷款时 对模拟物迎失作付 就是一种浪费时间 这不是一个选项 说是什么样的自由 一种规定人行为的自由 最后 我们回到鲍德里亚 他指出 有四的阶段将事物 从真实转变为模拟物 比如这里有一张一棵树的照片 这是第一阶段 简单的现实 我们有一个物体 照片 它代表着真实存在的物体 树 但后来我们开始反射它 我们把这张照片 带到Photoshop里 做一些颜色校正 图像得到了增强 每个人都知道 虽然它对原来不同 但你不能说它是虚假的 这是鲍德里亚说的第二届 然而我们的照片 即使经过专业处理 依然看起来不够完美 所以 我们从网上下载了一张 很棒的书的照片 然后告诉人们 就是自己拍的 是自己图不旅行 或散步时拍的照片 就是第三阶段 这张图像是真实的 它代表着真实的东西 但我们在一种脱离现实的方式 不诚实地展示它 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把我们带到了完全的母女物 我们利用AR 创造了一张 人工智能生成的树的图像 并向朋友谢了它 在这个阶段 我们展示的东西是假的 我们积极地掩盖现实 同时说服 朋友相信 这幅人工智能 生成的树的图像 实际上是真实的 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 我们正在开发 超越现实的东西 一种母女物 超现实 我犹豫 是否要完全复制粘贴 这种结构到我们的现实 我们肯定能看到媒体 技术和互联网 如何通过一系列相似的阶段 推动我们的现实 技术没有好坏 互联网本质上也不是有害的 数字世界对人类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甚至是浪漫的伴侣 我们可以发现文化成就和知识 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帮助 几乎随时都可以得到帮助 医疗技术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我的愿望不是把所有的技术都烧毁 问题在于当这个超现实的元宇宙 掩带了现实的时候 问题来了 当我们无法认清地图不是帝国的时候 当帝国崩溃 转而支持地图的时候 在使用互联网的25年里 更广泛的趋势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发展 互联网越来越渗透的每个人的生活之中 一直在加速而不是减速 我觉得收益递减的临界点越来越近 如果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临界点 这个故事既是当前的也是前瞻性的 我们的元宇宙给我们设置的最大陷阱 和最卑鄙的陷阱就是起点 这个元宇宙宣扬美丽和幸福 都在它的代码中 在它的指柱中 它用薄如纸的面纱掩带了现实世界 事实上美无处不在 它在草叶和沙粒中 它在深夜 我们与朋友的欢声笑语之中 它在爱人的拥抱中 我们应该使用技术 享受技术 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度依赖 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真实世界 既美丽又清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